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们侨团代表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陆强先生 南加州华人联合会代理王洁美会长 还有广西同乡会会长杨辉 中华海外智库主任陈军先生 还有北京联合会会长李立 都请您上台 我们一起拍张照片 在作证了 我们在明年的时候就委托李牧师 在他们的见证之下 要把我们的捐款来交到西藏去 那个支票上面就写着 西藏心脏病童富一旅费 上面写着是五万块美金 好 请 我们一起拍张照片 照片纯正 我们一定会把爱心带过去的 好 谢谢 这时候我们请邱大使为我们讲几句话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应邀出席 南加州华人第七届 爱在爱能改变一切 圣诞晚会 在这里我代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向在座的各位嘉宾 寄节的问候 大家圣诞快乐 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感人 但是今天晚上的行动更加感人 从刚才我们这个VCR 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七年来一直在默默的奉献 在为中国大陆 台湾和香港地区 所需要奸倦的人 在付出你们的爱 所以我在这里代表适当自治区人民 代表中国大陆人民 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知道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们经济总量虽然达到了全球第二 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按照联合国的这个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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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的计算 我们还有一亿多人口 在贫困线以下 西藏自治区今年是 成这个是西藏解放六十周年 六十年来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西藏 现在越生越异 当然也有很多需要 就像这个我们 所要关心和照 关照的这样的一些朋友 今天你们在座 做的工作 所做的 所奉献的爱 是为了我们 西藏自治区一些需要 接受这样爱的人 我相信他们在哪到 在得到你们爱的同时 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 当他们康复的时候 他们会永远记住 在南加州有那么一群的人 在关爱他们 在支持他们 我再次对他们 代表他们 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圣诞快乐 谢谢周大师给我们的鼓励 谢谢 谢谢